字幕提供 害我突然每次一想到這個我就想到 之前去播那個 讀史比賽 第一次播世界賽的時候 乾那是我第一次播 我他媽真的是做足的準備去的 然後被嘴 啊這個人沒有讀書 怎麼可以在主播台 沒大學 你怎麼能播兩個沒讀大學的賽上面幹嘛 我看他是沒被斷過腳徑 有沒有讀書會影響會不會播嗎 我覺得可能會 應該是說你的詞彙可能沒有那麼多 然後你在看某些文章 跟做一些某些選手資料的時候 你沒辦法吸收那麼快 你得花更多時間 可是如實已經算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了 可是我自己又覺得說現在比賽 用詞應該是要再更 網路這種的方式 因為你真的 你全部都講得很認真的 沒有人想要聽 你一下就睡著了 我覺得有時候也不是說 我們不能 我們不像載原一樣熱血 是我們那麼熱血 在大家不知道我們是誰的情況下 你上去你就會直接被討厭 知名度會影響你能不能夠做自己 我自己去看我播的 我也覺得我他媽播的超沒問題的 好不好 我在第一次播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超沒問題 因為我第一次播 那時候是已經做功課做到 我可以講完所有選手的下一兩手 進什麼要打什麼 後面我他媽真的沒那麼認真了 那我真的很用功 剛剛已經算是 就是上帝視角已經開到最極限了 然後 我可以確定接下來所有發生的事情都可以掌握 可是 我自己覺得台灣現在 主播賽評很沒價值 所以 後面就真的沒興趣 對啊 你想想看我第一次上去的時候 被噴成狗 那時候那麼認真做功課 中間隔了一年 我有一段時間很聖光的時候 看完我自己上去 我自己在幹嘛 幹 大家也覺得很開心啊 喔 播打 讚啦 太厲害了 傻小 幹 他只是在上面聊天而已啊 所以你比別人強一個 那個檔次已經太明顯了 不然我覺得播起來就是那樣子 沒有啊 他下一張如果進什麼什麼東西的話 那這邊要應對是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他如果說他沒有進那個的話 他還有另外一個選擇要進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是怎樣這樣 幹 根本沒有人在聽你講話 後面播的時候 就變成說是 哇幹 這邊進這個太神了 哇 對面又進了這個 真的是太神了 因為根本沒有打算思考了 幹 我覺得他進這一首 他真的很會玩耶 我覺得那樣播起來 幹 幹 那都完全不用做功課了 你只要喊太神了就好了 我應該是不會再上主播台了啦 看播什麼 如實我應該不會再上去 昨天有被邀請過蠻多次的 我都沒去 我覺得 當主播賽評 現在是沒有一個 專業的地方讓你去發揮 應該是說 你付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你得到的錢沒有很多 然後你要得到很大量的負面聲音 有一些可能你還要扛 選手打輸了是你的錯 我 幹 不是很智障嗎 主播其實不用養一陣子 主播不用養一陣子 主播現在就是 誰在打牌誰就可以上 選手輸甘賽評屁事 對啊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選手輸甘賽評屁事 這要問你們啊 到底是為什麼 當風向只要炸就整個炸啦 不是嗎 看風向而已啊 而且他沒有專 我就講他沒有專業的位置 他沒有給你一個保障 所以你真的要那麼認真去做這件事情嗎